你好啊,我是最在乎你的英语老师,英语图。 这次咱们来说助动词,Auxiliary verbs, 并着重讲一下助动词中的情态动词,Modal verbs。 你也许会问,不对啊,助动词和情态动词是不同的两类词吧, 怎么能混在一起呢? 别急,请听英语图我解释。 咱们之前在语法综述里提到,任何整句都分为主语和谓语, 而谓语部分的核心是谓语动词。 但是,谓语动词本身往往无法独立表达某些语法概念, 需要其他词的辅助,而这些来辅助构成谓语, 但自己本身不能做谓语动词的词,就是助动词。 听起来有点抽象,那咱们举个具体的例子。 你应该已经知道,动词有过去式、现在式和将来式, 比如,The rabbit ate a carrot,兔子吃了根胡萝卜。 The rabbit eats carrots,兔子吃胡萝卜。 The rabbit will eat a carrot,兔子将吃根胡萝卜。 你有没有意识到,eat这个动词本身有过去式变位,eat, 第三人称现在式变位,eats, 但其实是并没有将来式变位的。 用语度我再重复一遍啊, eat本身是没有办法通过动词变位, 即改变拼写来表达将来时的。 eat怎么才能表达将来时? 必须在前面加will来辅助完成表达。 所以will在这里就是构成将来时的助动词。 而助动词will本身是不能独立表达完整具意的。 The rabbit will a carrot, 你肯定觉得哪里怪怪的,对不对? 必须把十一动词加回来。 The rabbit will eat a carrot, 这才对嘛。 作为对比, 咱们看一下法语。 刚才这句话法语可以说成, le lappin mangera une garrotte, 兔子将吃根胡萝卜。 看到没有, 刚才这句法语中无需助动词, 而是通过动词本身变位, 就表达了将来时, 而英语就不行。 你也需要反驳说, 英语不用助动词也能表达将来吧。 比如, The bus leaves at 8pm tonight, 公车今晚8点离开。 这么说没错, 但是这种将来时间是隐含的意义, 这句话还是一般现在时态, 只不过暗示了将来, 而其中的leaves本身并不是将来时变位, 真正的将来时还是, The bus will leave at 8pm tonight。 所以你看到了吗, 助动词有两个基本特征, 一,辅助主动词, 二,不能像主动词那样单独做位于动词。 那好, 再看这句, The rabbit can kill a wolf, 兔子能杀死一只狼, 这里的看只是表达兔子有这一能力, 并不是说兔子真的杀过或者会杀一只狼, 对不对? 不用看这个词就没法表达这个意思, 所以看在这里还是辅助主动词kill的。 同时, 看这个词自己也不能独立成句, The rabbit can wolf, 虽然看也可以做十一动词, 表示把什么什么放进罐头, 但兔子把狼装进罐头干嘛, 过冬吗? 再说这里的看, 要做位于动词, 好歹也需要变位啊。 你可能意识到英语图我要说什么了, 那就是, 虽然看这样的词被很多语法体系归类为情态动词, 但是情态动词以其辅助主动词的作用, 而不能单独做位于动词, 所以说到底, 看这样的情态动词还是主动词的一种, 也可称作情态主动词。 那么, 为什么有些语法体系把情态动词, 或者说情态主动词, 单独归为和主动词并列的一类词呢? 这是因为, 这些语法体系认为, 主动词只起辅助作用, 本身不敢含有实际意义, 而像看这样的, 含有实际意义的词, 应当被区分开来。 这样说也并非没有道理, 所以, 主动词和情态动词区分开来也不是不行, 只不过, 基于是否辅助主动词来构成语法概念, 和是否能单独做未动词这两条, 用语度我更赞成, 把情态动词贵为主动词的一类。 咱们称呼它为情态动词或情态主动词都可以, 只不过前一种叫法更传统一些。 那咱们来快速分个类。 基本主动词只有三个, be, do, have。 这三个词在做主动词时, 本身是没有实际含义的, 但是请注意, 它们除了做主动词, 本身还可以做实义动词, 也就是可以单独作为一动词, be, 存在。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do, 做, have, 有。 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请一定要区分它们的主动词身份, 和实义动词身份。 情态主动词包括, can, could, may, might, will, would, shall, should, must, ought to, dare, dared, need, used to, 这些词作为情态主动词时, 也是有实际含义的, 但是不能单独作为一动词, 但是也要注意, 它们中的一些也有实义动词的身份, 比如咱们刚才提到can也能表示, 把什么什么放进罐头, 当这些词作实义动词时, 当然是可以单独作为一动词的, 也请一定区分这两种身份, 另外你需要意识到, could实际上是can的过去式, might是may的过去式, should是shall的过去式, 因为初学者往往会认为这是六个完全不相干的词, 其实并非如此, 只是它们的含义有所不同, 这类词比较多, 既像主动词, 又像助动词, 包括, be able to, be going to, be about to, had better, 你可能平时都不会觉得它们是助动词, 但你只要想想咱们之前说的, 一, 助动词是用来辅助助助动词的, 二, 助动词不能单独作为一动词的这两个条件, 是不是就明白它们为什么是助动词了, 因为咱们不能说, the rabbit is able to a carrot, the rabbit is going to a carrot, the rabbit is about to a carrot, the rabbit had better a carrot, 而是必须在它们后面加上主动词, the rabbit is able to eat a carrot, the rabbit is going to eat a carrot, the rabbit is about to eat a carrot, the rabbit had better to eat a carrot, 而且它们也只是其辅助作用, 以上就是助动词的三大分类, 和某些语法体系的分类会有些出入, 但是英语图我觉得, 怎么分类不是特别重要, 你知道怎么一回事就好, 这也并不影响咱们对概念的理解和应用, 对不对? 接下来, 咱们按助动词分类来具体说说它们的应用, 仅有的三个基本助动词, be have to, 非常常见, 它们也出现在咱们之前讲的食态, 被动, 强调等语法视频中, 所以咱们这里就不过多讨论, the rabbit is eating a carrot, 兔子正在吃一根胡萝卜, 这里是助动词be变为为is, 辅助构成现在进行食态, the carrot was eaten by the rabbit, 胡萝卜被兔子吃了, 这是助动词be变为为was, 辅助构成被动语态, the rabbit has eaten a carrot, 兔子吃掉了根胡萝卜, 这里是助动词have变为为has, 辅助构成现在完成食态, the rabbit does like coins, 兔子真的喜欢硬币, 这里是助动词do变为为does, 构成强调, the rabbit does not like freeloaders, 兔子不喜欢看视频白嫖的人, 这里是助动词do变为为does, 辅助构成否定, 好好再读一遍刚才两句, 你懂的, 相比基本助动词, 情态助动词就复杂一些了, can could可以表示有能力做猛事, 也可以一做会可以, 但是注意会在中文里还能表示将要, 而可以还能表示许可, 与这里的能够有区别, I can kill a wolf, 我能杀死一只狼, 这里是说我有能力宰狼, 但我不一定将要这么做, I could kill a wolf last year, 我去年能杀死一只狼, could是看的过去式, 那么这里是说, 我去年有能力宰狼, 至于我现在是否还有能力呢, 这就不一定了, 刚才说的看could也可以表示可以, 中文的可以是多一词, 除了表示有能力, 也表示许可, 所以不要和刚才那种能够的含义混淆, Can I borrow your book? Could I borrow your book? Yes, of course, 我能借用你的书吗? 当然可以, 问句中的看could是在寻求许可, 这里的could虽然是看的过去式变味, 但是却没有时间上的含义, 而是更礼貌, 更委婉, 所以在你请求他人做某事的时候, 用could肯定比看诚恳一些, 比如我会说, Could you give this video a thumbs up? 你能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吗? 看could可以表可能性, 如, Anything can happen,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很显然, 这里的can是表达可能性的, 你也可以说, Anything could happen, 这里用could可以表示对过去的推测, 但是也可以表示现在的可能性, 只不过可能性比can更小一点, 再看, The rabbit could have gone home earlier, but he didn't finish work on time, 兔子本可以早回家的, 但他没按时完成工作, 这里的could have done表示过去本可以做, 但实际未做, 是一种对过去的虚拟表达, 所以情态动词跟虚拟语气还有一腿哦, 如果你对虚拟语气还不是特别熟悉, 请参见英语图虚拟语气视频, 跟看could可以表达请求一样, may,might也有这个意思, May I borrow your book? Might I borrow your book? Yes, of course, 我能借用你的书吗? 当然可以, may已经很礼貌了, might更礼貌, So, might I receive a coin or two from you? 我能从你这儿拿到一两枚硬币吗? may,might表示可能性的程度小于看could的可能性, 所以翻译为, 也许大概可能, the rabbit isn't here, he may be at home, 兔子不在这儿, 他可能在家, 如果用might则暗示可能性更小一些, the rabbit isn't here, he might be at home, may还可以表示祝愿, 通常放在巨手, may you succeed, 祝你成功, 这里不是说你被允许成功或者你有可能成功, 那就完全不是祝福的意思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含义也不会用might。 这是must的基本意义, 如, you must finish your homework first, 你必须先做完作业, must在此为必须, 是那种不容置变的语气, 所以作为孩子的你不得不爬去乖乖写作业, 做完了才能看电视玩手机傻的, 如果勾起了你不好的童年回忆, 建议你去看看小王子压压惊吧。 再看这个句子, you must not smoke here, 禁止你再次吸烟, 当must加上not或作写为must, 就有了不准禁止的意思, 用语图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你, must not不是不必须的意思, 而是必须不, 也就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而且这个否定must not或must只有这个禁止的含义, 没有其他含义, 比如如果你问我, must I give you a thumbs up, 我是否一定要给你一个赞呢? 虽然我非常想要, 但肯定不能说你必须嘞, 但我也不能说, no you mustn't give me a thumbs up, 那样可不是你并非必须给我点赞, 而是变成了你绝对不能给我点赞了, 兔子我肯定不会是那个意思, 对不对? 所以我要否定就会说, no you need not give me a thumbs up, 不, 你不是必须给我点赞, no you don't have to give me a thumbs up, 也就是要把must换掉, 刚才这个need属于情态主动词, 而have to则属于半主动词, 咱们待会还会提到, must还能表示一定肯定, the light is on, the rabbit must be at home, 灯亮着, 兔子一定在家, 这里不是说兔子必须乖乖待在家里, 而是说很确定, 兔子在家, 那如果否定这种可能性呢, 是不是, the light isn't on, the rabbit mustn't be at home, 不能这么说, 原因还是must只有禁止的含义, 所以, the rabbit mustn't be at home, 就变成了禁止兔子待在家了, 这不是侵犯兔权吗,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呀, 那要表示灯不亮, 兔子很可能不在家, 又该如何呢, 也要把must换掉, 咱们需要这样说, the light isn't on, the rabbit can't be at home, 灯不亮, 兔子不可能在家, 所以must表示推测师, 只能用在肯定距离, 否定就只能用count, will可以构成将来时, 比如现在将来时, the rabbit will eat a carrot, 兔子将吃一根胡萝卜, would作为will的过去式, 就可以构成过去将来时, the rabbit would eat a carrot, 兔子在过去某一时间, 将吃一根胡萝卜, 如果你对时态还不熟悉, 请见英语图时态视频合集, 刚才这句话中的would, 其实是有奇异的, 咱们马上还会提到, 咱们看这句, will you lend me that book? 你愿意借给我那本书吗? 这里的will, 虽然理论上有可能是构成将来时的, 表示你将要借我那本书吗? 但更大的可能性是不要请求, 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做某事, 所以这句话才是, 你愿意借书给我吗? 再看, would you please lend me that book? 请你借给我那本书好吗? 这里的would, 显然不是构成过去将来时, 而是用will的过去式would, 更委婉地表达礼貌, 也就是和时间无关, 请一定不要弄混, 所以一般在英语里请求他人做事, 通常会说would you please? 比如would you please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你能否订阅我的频道呢? 没错, will和would也可以表示推测, ask him, he will know, ask him, he would know, 问他吧, 他可能知道, 这里不是说他将要知道, 而是说他可能知道, 可之前过去式语气更弱类似, would表推测, 也比will的程度更弱, 还记得咱们刚才提到, the rabbit would eat a carrot, 有奇异吗? 这句话除了有可能是过去将来时, 也可能表示推测兔子可能会吃胡萝卜, 具体当然要看语境, what would the rabbit eat for dinner? he would eat a carrot, 这一粒语境就很明确, 不是过去将来时, 而是表示兔子可能会吃啥, 接下来咱们说shall, should, shall和should的含义较多, 所以咱们挑最重要的说, 另外, 虽然should是shall的过去式, 但是两者含义区别较大, 所以咱们分开来说, shall可以构成将来时, 这点和will相同, I will be there at 9am, I shall be there at 9am, 我早上九点会在那里, 这两句意思基本相同, should可以用来征求意见, 如shall we meet at 9am, 我们早上九点见面如何, 这里与其说是推测, 我们明早九点将要见面吗, 不如说是建议我们明早九点见吧, 这里是警告命令, 在比如圣经里的十诫, ten commandments中有, you shall not murder, you shall not steal, you shall not covet, 你不可杀人, 你不可偷盗, 你不可贪心, 刚才是现代版本, 中国英语版本是, thou shalt not murder, thou shalt not steal, thou shalt not covet, 这个thou是中古英语中的 你的单数, shout是动词变味, 如果你对you, thou, the这样的表示你, 你们的还不太熟悉, 请见英语图, you, you, thou, the视频, 这个含义你应该不陌生, 如, we should treat the rabbit well, 我们应该对兔子好点, it should rain tomorrow, 明天应该会下雨, 这里不是说明天有义务下雨, 而是表推测, 那里神人又是推测, 这里的推测是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的推测, 所以表示的可能性程度比较大, 这个用法就相对少见一点, it's surprising that he should be late, 真的很奇怪, 他竟然会迟到, 这里不是说他应该迟到, 所以令人吃惊, 而是用should表达, 竟然, 体现惊讶愤怒或者失望等含义, 这种情况一般会出现在条件状语从剧中, if it should rain tomorrow, i wouldn't go, 如果明天万一下雨, 我就不去了, 咦, 是不是很眼熟, 这不就是对将来情况的虚拟吗, 没错, 动词的虚拟语气中会用到should, 再比如, you should have eaten the carrot, 你应该吃掉那根胡萝卜, 但你没吃, 这里是对过去的与现实相反的假设, 还是虚拟语气, 如果你对虚拟语气不熟悉, 请参见英语图虚拟语气视频, 请叫我套娃兔, 表示应该, 与should在表示应该时的用法大致相同, 但往往语气更强一些, we ought to treat the rabbit well, 我们应该对兔子好些, need最常见的用法是做实意的, 动词表示需要, 如I need your coins, 我需要你的硬币, 但need也可作为情态动词, 也表示需要有必要, 不过既然是情态动词, 那就要遵循情态动词的行为守则, the rabbit need wait, 兔子需要等待, 是不是听起来有些怪, 乍看上去甚至像语法错误, 这里的need是情态动词, 辅助后面的主动词wait, 当然更常见的说法是, the rabbit needs to wait, 兔子需要等待, 但是请注意, 这里的needs可就不是情态动词了, 而是变了畏的畏语动词, 后跟非畏语动词中的动词不定是, to wait, 如果你对非畏语动词不熟悉, 请参见英语图非畏语动词视频, 那么如果否定刚才这两句怎么办, need做情态动词时直接加not, the rabbit need not wait, 兔子不必等待, 但是做十一动词时就不能直接在后面加not了, 而是要借助另一个主动词do, the rabbit does not need to wait, 兔子不必等待, 那还记得之前咱们讲must时, 说到过must的否定吗? must I give you a thumbs up? no, you need not give me a thumbs up, 现在你理解更深了吧? dare跟need类似, 也可以穿个马甲从十一动词摇身一遍, 成为情态主动词, dare作为情态主动词表示感, 一般用于否定句和疑问句中, 比如, the rabbit dare not tell the truth to the wolf, 兔子不敢对狼说出真相, how dare you, 你好大的胆子, used to表示过去的动作, 尤其是重复的动作, 而且强调和现在的对比, 如, the rabbit used to eat apples, now he only eats carrots, 兔子过去习惯吃苹果, 现在他只吃红萝卜, 相比之下, the rabbit ate an apple, 就没有这种过去经常习惯的感觉了, 请注意, 不要把used to和十一动词use使用, 以及动词词组, be used to something, or be used to doing something, 习惯于什么什么, 弄混淆, could I use your phone, 我可以用你的电话吗, I am used to getting up early, 我习惯早起, 咱们再来说几个常见的半注动词, 这个半注动词和can很像, 但是有些区别, can的时态只有现在与过去时, 所以一般表示的是现在和过去的能力, 而be able to可以表达将来的能力, I'll be able to reach school on time if I leave right now, 如果我现在离开就能按时到学校, 在表示过去的能力时, was were able to往往表示成功做成某事, I was able to reach school on time because I left home early, 因为我离家很早, 所以按时到学校, 这三个半注动词和will一样, 都表示将要做某事, 但是具体语境有些微妙的区别, be going to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 还有计划做某事的意思, 而且通常是很快就要做某事, 如, I'm going to eat dinner at 6pm today, 我会在六点吃完饭, 当然也可以说, I will eat dinner at 6pm today, 不过再比较, I will graduate in 3 years, 我会在三年内毕业, 这句话如果说成, I am going to graduate in 3 years, 就稍稍有点怪, 但也不是不行, 而be about to是马上就要做某事, 时间就更短了, 你就不能说, I am about to graduate in 3 years, 因为听起来有点矛盾, 还有个be to, 往往表示被命令做某事, 如, you are to finish homework first, 你要先做完作业, 这句话就和, you must finish homework first, 有点像, 它也可以表示, 命中注定, 因为是被命令命令嘛, I think they are to fall in love with each other, 我想他们注定会相爱, had better, 表示最好做, 往往表示忠告警告之意, 暗含, 如果不这么做, 会有不好的后果, you had better follow my orders, 你最好听我的命令, had better的缩写是the better, 其实缩写形式更常见, 以至于很多人都不知道, the better是had better, 具体请参见英语图, had better视频, 以上就是英语助动词最核心的概念, 咱们来快速总结一下, 英语的助动词, 尤其是其中的情态助动词, 比较复杂, 是英语学习的难点之一, 助动词用来辅助之后的主动词, 构成语法概念, 但却不能单独作为动词, 分为三类, 一, 基本助动词没有实际含义, 包括be have do, 二, 情态助动词有实际含义, 在有些语法体系中, 独立出来被称作情态动词, 这些词往往有很多含义, 比较复杂, 它们包括以下, 三, 半助动词也有情态含义, 但也像主动词, 这些词数量就更多了, 好, 这一次就到这里, 我是最在乎你的英语老师英语图, 请花几秒钟帮忙关注, 点赞转发评论, 十分感谢, 咱们下次再见,